因為現在參加著有台灣、南韓、日本和香港 所以今天就具備了四個國家的最近 非常無聊 好 那這個台口筒的定位呢 就是有點像是私人的 就是自己的小願望 就是海洋人民的黑客送 就是要排擠某強國 那我們今天一樣就是跟大家再重複一次 6月8號、9號在沖繩 那地點的話已經謝謝剛剛 大家有看到影片裡面的哈魯桑 幫我們訂了在沖繩的一個地方 叫Startup Cafe Koza 他就在那個沖繩縣的沖繩市的正中心 然後呢因為我們是這個 for public good 所以那個哈魯桑幫我們喬到不用擁場地費 YA 哇 太厲害了 哈魯加加 好 然後呢 這個場地可以容納應該是50個人左右 不過我們算一算 我們能夠籌到的經費 應該只能夠免費 就是提供20個人的住宿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負擔旅費 還有那個住宿的錢 然後你可以歡迎一起來 一起來hack 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只能 就是pay for 20 people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 另外一個成果就是建了一個early survey的一個google form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會想來 所以我們就先建了一個form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先來填 並不是正式的報名 因為我們就還沒有確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有意願的話可以先來填 那就是填一下你的email 你的ID或是你的名字 然後稍微填一下你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幫忙的話 你可以填這個 就是你 當然 當然可以幫忙報名啊 或是處理食物 或是直播 或是其他事情 那就歡迎大家看這一份 Facing the ocean hackathon的那個辦法 然後也歡迎大家給我們建議 那就是在slack的intl這個頻道上面 可以給我們建議 那或是你有興趣參加更多 有關於GNV社群的國際交流的話 也歡迎在那個頻道上直接舉手發言 然後都很歡迎這樣子 好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好 下一位是 Mr.RZ